中央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下来转播 2004年中国羽毛开赛 接下来进行的是男主单打的决赛 由林丹林丹 浩川来 在任方比赛的主打方式张沛 浩川下也是很严重的 现在是男嘉宾的浩川 浩川也没有机会在和林丹林丹林丹比赛来成功比赛 我记得是因为车差好 所以他的车差也很困难 三方的第一局比赛 浩川来在屏幕下方 林丹在屏幕上方 我们还是要求世界冠军 南丹的世界冠军 夏天德和广东内海主车成为我一起为大家结合比赛 原来的比赛当中是林丹 跟风来打的话是 赛比较明显 从刚才这个球也是林丹在往前压动路 因为三方都相对熟悉 赛速赛 都会更明显一些 这两个人是夏天德最熟悉两名队员了 让你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人在地区上的什么问题 其实高春来在讲讲的话 他也是左手握开的选手 他身高 身高也比较有优势 所以他在轻松上 他的点批也特别有优势 所以我想林丹在这方面会更度重一些 但林丹这边选手比较好 整个给我的感觉比较好 也是步法 跟他的抓球意识 比如说我这玩球以后 第二排抓球意识比较好 比较突出 步法也是跟他比较轻松的选手 像高春来的话 他也是等着他站的打法比较软 特别在进攻这方面 他们很少有中砂的气象出现 像林丹的话就会有 其实这两个人的个性也是相当的突出 特别对你明显 对 林丹一上场就是给人一种霸气 对 高春来怎么就会热一点 是不是 对 从上述来看出来 林丹也是比较有主动 很主动 高春来也是比较柔柔柔的一种感觉 林丹也是去年中国以毛球中山下的冠军 那这个球也是林丹也重复了压高春来的头顶 相对来讲 像左手的人头顶都会相对弱一些 正手 头顶 特别比分数3比0 林丹领先 像包春来跟林丹打的话 包春来在心底上会有一个 不好的一个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近 我前两年的被决当中 他都相对来输给了林丹 但是每次都打得激烈 但这种 打得特别激烈的时候 输给对手以后 在心底上会造成一种 怎么说在战术上会有一点 比较 不敢出手的一种情况 等于说过不了自己的一种心理 对 所以至少在开局上会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林丹的战术也是特别明显 现在林丹的战术也是特别明显 要重复拉包春来的头顶 再接合正手 这个球是打到脸上 这个球是 我们平平说了这个爆头 把我已经平常打爆头了 变别系的球 这球也发的相当很高了 呃 观众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 2004年中国与毛球公开赛 男主打打的决赛 现在已经结束了两项的决赛 贵双是丹麦选手阿里克森 和施耶达格 战胜了陈金学大陈金获得冠军 以双日杨维刚经文 战胜了大陈金和魏力获得冠军 那么实际上男双的冠军也已经有了 因为马来西亚选手受伤 所以他们弃全了决赛 这样希特陈甲亮在重新配对 参加了国际比赛之后 第一个比赛却夺得了冠军 我们现在来看林丹和豹春莱这场男叹决赛 打头顶 这就是林丹的整个战士打法的意思 就是他准备这样打 所以擅长也就是战士很明显 就是拉头顶有机会突击你 别看怎么办 找三位 图长 看看 你都没 chance KEVIN 球切吧 我觉得 全球 Duncan 可以走啊 官方赛 应该 kalko 宏法特别轻松 特別往前這個點 它特別高 人等於說人比較站的比較前 這也是想抓一個頭頂 看包裝也很清楚 林丹是要怎麼打他的 那就是要怎麼去克服這些東西 就要看他在臨場的時候 頭頂 來頭頂 對 判斷的十五已經好幾個 也不是說判斷的判斷相當準 這進的也相當多 另外就是 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判斷來他頭頂是弱點 林丹也是左手 也可以壓他的頭頂 對這個就是要看林丹 像林丹的球路線的包出來 你發現可能說 當包出來壓林丹頭頂的時候 頭頂的 林丹頭頂的球 一個就是大家會進攻 然後又要對角 他很少就說 像包出來那邊 又打可見高球給你 很爽 他直接又主動下來了 這就看每個人他就說 知道他自己弱點的時候 他能保護得好 像這個球 等於我就拉你頭頂了 想包出來就拉他頭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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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個很明顯的 戰術現場就是一個 包出來 當林丹壓包出來頭頂的時候 包出來又打個對角球 林丹放碗 包出來上碗 又挑個頭頂 我控制你頭頂了 這剛好恰恰就是 林丹打包出來的一個線路 所以在這形成戰術的時候 就看兩個人怎麼去 有耐心 現在像世界上最高 像你們打這個藍丹 是技術戰的成分更重要 就是當然都很重要了 技戰術 所以現在總相對來說 還是技術戰的重要一點 還是戰術運用更重要一點 那些像我們打一定高水平的手 都是要靠戰術去打對手 所以在比如在技術戰 就是在某一個環節上 技術戰的比較重要 一般上如果說我們打 打賽前 教練員給我們準備的 或者說給我們總結技術上 一般都給我們總結 或者說準備 在戰術上 怎麼打這個對手 也要多一點 碰頭點 碰頭點 碰頭 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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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昨天晚上在竞争半决赛的时候 刚才也很精彩 一块场地林丹对乔大森 一块是曹春莱对陶威克 我觉得乔大森虽然他老将 但是现在也还比较成熟 今天跟林丹打得也还比较成功的 所以说一下乔大森的打法 相对来讲就对林丹取得的威胁比较大 因为打的相当也不是特别多 而且曹春莱的打法 跟强大森虽然两人都比较高 但两人的打法是不同的 曹春莱得到了第一分 曹春莱得了一分 一比八 曹春莱抓了一个半场 二比八 但现在曹春莱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状态 经历绝里埋着就等于制定一种阻述 用通过的战术来的限制林丹 曹春莱 SHOAH 曹春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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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抬起来 反过 出对角 看这球在抓 头领 对角去 出外 这个球在高车在进攻的时候要求既然糟了一点 但是前面是林丹 林丹有点 想应该打死的就随便打了一下 不是很用力那种 在这个球的刚才一个得分球路也一样 但是他这一排质量要求高的 我觉得也是正手一个推对角线的时候 推的没有上一个球质量好 上一个球把林丹推的特别被动 所以接下来一开就比较容易 踩到林丹的头顶 看这样一 林丹通过往 先上一排上网 在这个位置林丹已经有两次输入 两次反卖放 放实现输入 其实放进去都是很相当主动的球 3比9 所以你说同样是在决赛 那和自己队友打的感觉和你自己对外国选手打的感觉 会不会有不同呢 我觉得在不同的情况下 在两个人压力相对会小一些 比如说你打国外选手的时候 你会带着一种很有责任感的时候 我是感觉荣誉感特别强 从我之前来讲 比如说我在对国外选手讲 我这样的球我觉得 我自己压力手必须要赢下来 为了个集体会也好 为了个中国羽毛鱼队也好 但在我跟自己队友打的话 你就觉得有尽强力打 用脑子打就可以了 没有很强的那种 没有特别强的那种集体动力感 因为冠军已经都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了 所以打起来的话会 松实一点 对 这个林甘感觉好像有点意外 林甘感觉这个球有点想借外 不是 从缘的地方 在这边 你帮我走 这就是一个 变速 刷条的变速 他力量 速度 这个也是打到变 atrás 我現在 因為這段包村往前佔了一件優勢 通過重複化網 質量比較高 這就是技術上的一種細膩的程度 這又看到林丹的林冠推理好 左底是林丹丹球 左底 右邊 所以你有多拍等於林丹特典明顯地控制 包村的頭頂以後調動他 抓他的反拍出球的戰手 一旦出的不好 反拍球出的不好 我就手機會突進 这样成功机率特别高 所以高次来的这台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弹过度 不要给对手抓的太重 这个球出了底线 双方第一局打仓10比4 高次来夺后发出拳还落后6分 那么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 现在5个单向当中已经有3个单向冠军都有所归属 丹麦、印尼和中国队各自拿了一个冠军 印尼拿的很男双 丹麦拿的很双 中国队很拿的女双 接下来还剩下两个单打的冠军 女子乱打的决赛是谢庆芳迎战中国香港队的王晨 好球 这是云南头顶的一个变化 之前投影员一般都压 搭直线比较多 然后这个投影员变化 亚派对角 亚派对角 所以在比赛当中 战术运用成功的时候 也要有变化 他的收力 他也要介绍 人家在草底下的收力 现在包纯来整场 他进入一种状态 战术状态以后 相对来讲失误会少一些 不然刚开局的时候失误很多 它的名单像中 它的成功 全部都没有在 他的成功 全部都冲不下来 那个机会没有把握住 一开始的比分差的比较多 现在抱疯来慢慢的追上来 还差三分 林丹这时候出乎有点多 就是接班之后的小分数 因为是绝对抱疯来他发球的时候 他没有多大变化 林丹处理球来就相当容易 不用考虑太多 拿到球就可以处理 很欢迎 是 可以 十一路後 這也是高生了一個比較大的弱點 昨天也看到超飛友經常會上他中路 鋪他中路 往前比較細 現在有了下壓的機會 頭領又大直線 反拍放網 質量很高 然後再突擊 7比11 轉拍聯繫好幾個 兩個 這麼主動的師傅 加油 十一比七 林丹領先 林丹也通過這些節奏來放慢一下 想一想 這個8球該怎麼去拿分 開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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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下爆春來他們這些櫃子比較高的選手 所以中路的防守比較弱 以后随着这个 你要想要拿取这个冠军 就不需要弥补的一些弱点 对 因为之前我们在给他总结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比赛完了以后 会一起总结 一起给他做独意 所以之前我会讲到这个 你要怎么练怎么练 我们大家一起会结束独意 当然教练员也会想办法 在怎么克服这些弱点当中 因为他只要克服了这个以后 他动作比较强了以后 其他的方位的球也会相对 因为进步很多 有时候他经常会 像我们有会拿个玩球拍 会重点球拍 令这些球 这样提高的也会相当会快一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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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球 林丹出的球包中来都知道他打什么球 而且很有三对性 看这个球林丹如果抽直线 变成抽对角的话 包中来的球就很难受了 对象干起来很孤独的刺激 这个球是特别熟悉 有弱点还是不行 你老有这个负担 而且前方的那个球 包中来打得很漂亮的 等到那个球 接下来人家的这个球 选得很难了 对 你要克服这个就需要 你让你克服了这个 你其他球也没负担 其他球的危险也会更大 但你能克服不了这个 你一直注意这个 一直注意这个 你自身的优点 也就没有了 对 好球 好球 好,好,好,好 停格 谢谢 这个凌丹那一拍 在烤肉端子,以前有力量的这种体现 这力量,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意识,打在对角 好几个发球没得分的你们 我看一下这个发球 到往前还进头顶 这车报纯来也是有一个电话 这外 他突然反省勾了一个往前对角 这是今天比赛第一次出现 三分钟下你们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脑子在不停地转 对 一定要想 但是就是说在开局的时候 你会想比较简单一点 开局的时候我先想吧 就先把球打开 或者先熟练手上一些 被刷球 被高球 被吊球一些感觉 然后进入特别是中半段 或者特别是后半段的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 像铃铛这个时候就是 一直在动 我该怎么办 我该用什么 来拿这个分 所以今天会看到他 在十分或者十一十二分阵的时候 他的休息的时候特别多 有喝水啊 哈哈 那这个时候他的时候会想的特别多 因为我在那边熟练 会用了一个战术 对 像一个战术 比如说发球 因为我拿到发球全了 我刚才通过这个发球怎么拿分 这时候他会想的更多一些 我脑子也会赚的更多一些 用了一个正手发爪球 我看这个时候铃铛也是 重复的控制 脚包包出来的后阵的后场 就很明显 包出来摔倒以后 铃铛的推脚就比较平 你看前面有一个高天地球比较好 对 看你们看 很平衡的自己比较 跑上的气氛非常好 12比19 今天呢 广州的观众 也来的非常多 看到了一场精彩的男单对决 我觉得这个五个单向里头 虽然男双最好看 但我觉得里头内容比较多的 还是你们男单 对 而且我觉得男单的分量也相当重 对 人是点大 放出来都把球防起来 好球 看能反拍过度 真的很犹豫 我觉得这样的球就不如林丹 林丹就比较坚实了 刚才我要突击的时候 特别坚实了 但林丹用了突击的时候 他整个力量 部阻都会用得出来 但刚才包出来 用不出来 对 感觉还有点拖击 有点拖击的感觉 没有说 转向的步伐也没有 没有林丹那么严寂 对 就感觉一到 一起跳 可以停一下 这样的话 失误也会增多 游泳游泳游泳一下 可以控制在头顶 可以控制在头顶 好球 直接推过 太大 现在林丹有个比较 比较不舒服的 有什么时候 但他控制包起来头顶的时候 可失误多了一点 打后散球失误的多了一点 你看这个弹动多 打后散 失误 但他这个人打进去的话 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战士 放出来又夺回了发球权 目前放出来是以9比13落后 好机会 但抱起来这两分就是中国他的发球抢工得了一分 一个发球 发比较高的时候 中国平手展得了一分 然后第二个发球是 发完钱 我抢你碗 一个得分 这两分他也是比较有 在动脑筋去懂得分 这个也是 前面发两个转球了 我要再电话一下 这两分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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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现在我们在打南大的时候 打到冠军分 可惜3比11 13比12的时候 一般出球都会往中间打得比较多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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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以15點11 拿下來的第一局 第一局比分 但領先的比較多 所以它後面打起來也是比較輕鬆一點 第一局雙方的發球還是一位發短球 雙匹前往前 然後組的進攻為主 零丹跟包春他們兩打的話 能少發後場 其實發後場也是一個很好的戰術 突然第二局比賽開始了 一上來包春這個球有點加速了 加速 在這兩邊看 整個兩邊的速度快起來了 比第一局來快要講要快 驚喜 跑出来这样的丢分还是比林丹多 你看第一阵比赛他赢的那些分嘛 都是一个一个 真是通过艰苦努力才得来的 但是丢的分都是想揭发就失误啊 刚才他看着失误啊 就这样丢的特别多 但现在包出来还包括 跟林丹打的一些人的话 一般会陷入林丹的一种战术 因为林丹在正手这边 他限制他对手的头点比较多 就在正手这边 他限制直线比较多 他这边的反手啊 相对来讲和比方 他的反手要好一点 正手这边反手 所以林丹向包出来打啊 就要多打对角 那么对角球通过跑动 来限制林丹的头顶 因为我说头顶的人 头顶的球会相对的差一些 就看你怎么去结合 像包出来他头顶的差 如果说你限制的不好 他头顶的进攻也是相当有威胁的 所以像昨天的半球赛 乔大森跟林丹打 有一段打的比较成功 也是对角线用的比较多 对角线限制了以后 我林丹打完直线 我想要直面的球 你打对角 在我的意料范围之外 那这样的话我的跑动 我的出球 就不会有太多的战术意识 那你作为对手来讲 他可以发挥他的对角线 昨天 乔大森跟包成来打的也是 他限制 包成来头顶的时候 他球比的太高 这样的话你限制不住包成来 包成来就有时间想来打 在林丹打 包成来头顶都很平 有结合 有高的 有平的 那包成来讲会难度更大一点 这种球打开了也很轻功 也比较凶 这种球没有威胁了 所以就出现失误了 有失误 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积极的限制对手 一种是消极的限制对手 正在这种话 找到结果 看上去也是在限制 对 林丹的板牌处理已经有四个了 我打这种球 对角球多打 你就放进来 我再挑给你 我摆脱了他正手这边的优势 其实就是像这些球大家都知道 就是比赛的时候 看你用不用得出来 对 而且看你敢不敢用 我说计算大家都知道 我说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计算打散LOC 而在每一群手里 为什么可能不打开 那个冲锥子